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呢 也要考虑到 是吧 要给配偶啊 父母办这个申请 那么此前呢 有一个热门的这个词啊 叫public charge 是吧 公众负担 你可能听说过 而是用过福利 公众负担就会影响申请绿卡和签证 已经有绿卡的人也要受到影响 还有的说法说 在美国境外办理移民签证 这个川普要求先有医疗保险 要不然就不发给移民签证 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简单来说 到现在 2020年初为止 所有这些动议的都还没有开始实施 一切照旧和过去一年 两年 三五年前的情况是一样的 过去一年里面可能围绕着这些方面有很多新闻 但是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实际产生效果 那这方面的情况呢 经常有更新和变化 有的时候呢 此前 比如说川普政府 由总统 本人 或者他的发言人 高调宣布的政策 在正式实行的前夜 忽然被阻止生效 有的时候 移民局连新的申请表格都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不能开始使用 为什么呢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有一个互相牵制 叫checks and balances的原则 法院呢 在政策正式实施的前夜 颁发了所谓叫禁制令 court injunction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受到影响的人在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说我们需要好长时间来认真审理 在此期间 为了保证人员不受到限制 不受到影响 颁发了这个禁制令 所以我们看到呢 虽然川普作为总统 但是他也不能为所欲为 比如说像边境建墙的动议说了很长时间 到现在呢 也没有太多的效果 那么对于申请人来说 对于关注这方面消息的人 你的利益相关方来说呢 你需要跟踪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不要被标题打迷惑 这种新闻有的时候耸人听闻 吓人的这个消息 尤其是配上了一些震撼性的标题 可以吸引眼球 所以呢 有一些媒体 坦率说包括一些中文的自媒体 新媒体等等 讲到说美国又限制移民了 以后不能移民美国了 拿了福利就不能拿绿卡了 等等 等人听闻的信息 那么需要认真辨别 如果你别的不了解 至少可以关注我们的讲座视频 公众号啊等等这方面 可以给大家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也可以联系我们 随便讲一些例子呢 有的事情啊 似是而非 比如说这个川普政府颁发政策 宣布要限制移民 是不是呢 是有这一回事 但是生效了没有呢 那没有生效 比如说有一些例子 讲一下 以前呢 有的说有的楼盘啊 楼房建的不好 里面没有钢筋 然后建设方怎么解释呢 说这楼里头有没有钢筋 肉眼看到的不算数 要一气检测结果 传为笑谈 说有什么肉眼看不见的钢筋 或者有的说 你这个人啊身上的含毛 实际上比星星还多 所以要比起来呢 人比星星长的毛更多 这个你也不能说这是不正确 但是呢 那我们要有这个common sense 就是你要看到实际的效果 希望这个能给大家 起到比如说比较深的印象吧 还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人说 哎呀美国 现在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少了 为什么呢 举例说现在每年 美国颁发给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数量少 那么表面上看也是这么回事 每年发的F1签证数量确实少了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从2015年开始 F1签证变成五年有效了 那当然大部分人就不用新签F1签证了 所以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比较来多了 但是从表面上看呢 每年颁发的签证数量减少 你需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啊 是吧 不要被这个媒体啊 这个抓眼球的文章啊 等等误导 好那我们回到呢 讲这个福利 医疗保险的事情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结论 简单来说 一切照旧 和以前没有变化 和两年三年五年以前是一样的 那此前折腾了很久 什么结果都没有 那我们具体讲一下 关于这个福利政策 说什么样的福利 有可能会影响绿卡 我们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微信公众号 我们有两个视频讲座 一个呢 是讲的当前的现行的政策 还有一个讲的呢 是拟议中的新政策 这个新政策呢 最后实际上 至少到现在呢 还没有开始实行 大家可以参考 那么为什么新政策没有实行呢 因为受到影响者 在法院提起诉讼 有好几个联邦法院 具体来说 包括纽约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 加州北区的联邦地区法院 华盛顿州东区的联邦地区法院 伊利诺州北区 马里兰州的法院等等 颁发了禁制令 听起来像排比绕口令一样 但是是实际的情况 政策本来说 2019年10月15号生效 法院在10月14号晚上说 颁发禁制令不让生效 是吧 看起来好像像互相扯皮的笑话一样 但是我们只要关注实质结果就行了 那么全美国有将近90个 这样的联邦地区法院 当然这个不是最终的结果 政府方也要作为诉讼的一方 那么还可以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 上诉到最高法院 但最高法院也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处理 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结果呢 恐怕还要相当时间 过一会儿 在讲座最后我们还要谈到 那另一方面 川普曾经高调宣布过 就是说到美国来办移民签证的人 在颁发移民签证以前 你需要证明你已经在美国有了医疗保险 但是呢 在2019年11月26号 由俄勒冈州的联邦地区法院 下了禁制令 说不让开始实行 所以到现在也还没有开始实行 那么另外是李顺便讲到一点 还有一个曾经传播很广的一个消息 就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下手了 这个身份过期 以后就要比以前更难了 再要恢复身份 再要办绿卡 就比较难了 你可能还记得 是吧 这个消息呢 是2018年8月 当时就说要开始实行的 后来呢 在2019年的春天 同样 由美国地区的法院下达禁制令 不让实行这一条 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专门的视频讲座 讲到就是说对于F1J1 还有M1等等签证身份的人 身份过期不算非法居留 身份过期英文叫out of status 或者说visa status expired 非法居留叫unlawful presence 这个在移民法上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简单来说呢 如果曾经身份过期 对于办绿卡影响相对比较小 因为不算unlawful presence 比如我们有我们的客户呢 曾经有身份中断了较长时间 有的时候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但是呢 也还可以重新接上 这个叫reinstatement 那么当初这个消息传的满城风雨 所有人都知道 最后更正了呢 没有多少人知道 那实际上简单来说 结果就是一切照旧 和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 政策是一样的 并没有改变 好 那我们总结一下 作为个人啊 这个申请人 利益相关方 那你不要听风就是雨啊 要镇定 要多了解实际情况 不要被标题打误导 这边还说到一点呢 此前 也许你还记得啊 前几年说这个OPT 原来说OPT延期要取消了啊 说了好久 很多人担心 最后不但没有取消 从17个月延长变成了24个月 当然了 你要认真对待身份问题 积极呢 解决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是吧 积极考虑 申请绿卡 或者工作签证 等等下一步 那么将来到底会怎样呢 是吧 这个僵持的局面 不可能永久这个维持下去 那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首先今年是大选年 选出新总统国会来 那还有经济问题 贸易战问题 美国内部的这个医疗保险啊 等等这些问题 是吧 移民问题呢 当然是大家关注的 但是一个全面的移民改革呢 恐怕也不容易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 那你这个福利就可以滥用 是吧 这应该还要注意到 是吧 将来呢 也许政策还会改变 简单来说呢 那既然现在一切政策都没有改变 如果你符合申请的条件 希望考虑呢 抓紧时间 不要拖炎症来发作 抓紧时间来申请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说 领福利到底会不会影响绿卡 办移民签证 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 先有医疗保险 给大家提供了2020年的情况更新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